我要敬请各位父老乡亲 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河在国会占多数 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他们可以利用国会的多数力量 不管是修法或立法来主导国家的政策 当时到时往两岸一家亲的方向走 往九二共事的原则方向走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绝对对台湾是不利的 胡帽也好 货帽也罢 或者是所谓的ECFA 都不是台湾应该走的路 如果国会再由国民党掌握或是蓝白掌握 这个在台湾的政治权力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失衡 未来国家即便是我当权总统 未来要推动国阵 都会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1月13号TV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丁手观察 晚上8点政治新局美中台关系 带给你最深入关系 1月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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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锁定TVBS新闻网